《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第三集 司马辉见赵老别行事格外出人意料 竟然愿意拿值钱的香烟和罐头 换取一个无则辅救的屠肉案板 他愈发觉得此事不同寻常 黑屋废墟里到处都是屋主之物 谁捡到就是谁的了 棚中这块图板本是一段通体的朽木桩子 约有离暴多粗 周围用三道麻绳孤注 常年被血污油腻浸润 木暗的这个颜色早已变了 被捡来之后就当做菜板使用 现在没人知道它的具体来历 但看起来除了使用的年头非常多之外 也别无他意 这平白无故的 怎会有人看上此物 司马会一寻思 嗯 这肉案肯定是个什么宝物 我倘若此时被迎头小利所动 轻易将它换给了赵老编 不管换多少东西都得吃亏 得先找些借口 显得奇获可掘啊 于是他顺口胡说 老赵师傅 您是有所不知啊 其实我们家本是在北京城里开肉铺的 专以屠宰猪阳为专业 这朽木暗看起来虽然普通 却是家里留下来船呗的东西 不仅我用着十分顺手 而且这建安司马 赌物斯人 一看见他 就想起我们家去世多年的老太爷来 那还要追溯到光绪年间 野和团围攻东郊民巷 引来了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这养鬼子呀 那都是蛮夷话地之外来的 哪有半个好鸟 到了咱中国自然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打瞎子骂笼子 贴寡妇们 借绝户坟 专走着没主的狗 哎你就数吧 凡是缺德的事 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 结果一路就抢到我们家来了 几个养兵 瞅见我们家养的大花猫不错 就想抢回去献给他们的女王陛下 惹得我们家老太爷是冲冠一怒 说想当初慈禧老太后 看中了我们家这只猫 拿仨格格来换 那都没舍得给他 你们那位帆帮老娘们又算老姐 他生怒之下就跑到街上 就去扶清灭羊去了 抱着这块屠肉案子 那见着外国人就砸 紧在这块木头绊子底下 都不知道放翻了多少养兵养将 后来传到我爹那边 落在江西参加了工农红军 一直将它保留至今 在别人眼里 也许这木头疙瘩不值什么 但对我来说 它简直就是我们家 经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 是一块割舍不开的念想 每天摆在眼前 早晚请示 看不见它我心里发慌了 连北在哪我都找不着了 这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倘若三日不见 着急上火那还都是清淡 我说这些可没半句虚言 掉地上能刷八瓣 你要是不屑 你找块豆腐来 我一脑袋能把脑浆的 撞出来给你瞧瞧 罗大舌头在旁听得好笑 也趁机跟着起哄抬架 窜倒着赵老编 最少再拿出三条高级香烟来 才能将东西换走 赵老编文言莫瞪口呆 还以为是自己看走了影 他又盯着图板 呐呐地看了半晌 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并且抖开麻袋 让二人看 里边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不可能再给你们加码了 司马辉见事已至此 索性就把话挑明了 咱们都是水贼碰上 孤仓的 还使什么狗袍啊 干脆就谁也别糊弄谁了 你这套我们都懂 你一天也没少见识过 说话也就不用藏着椰子 在兜绷子了 我们早就看出你赵老编 是个憋饱的 否则哪有好端端的活人 会在自己脖子上挂出来打狗饼啊 这打狗饼这东西 是种药饼子 可以用来驱赶猫狗 在早年间 农村死了人 停尸的时候 往往会给尸体 进脖子上挂这么一串 以防止恶狗啃坏了尸首 或是野猫爬过来 让死人炸了尸 憋饱的人 常年在深山老林 或荒坟野地里出没 为了驱逼毒蛇和野兽 也都有携带打狗饼的习惯 赵老编也看出 这司马回虽然年不过十五六岁 却是个鬼精灵 知道的事也多 轻易唬不住他 但绝没料到 这小子竟然能溃破自己的行走 不禁暗自吃了一酒 佩服的说 这位团头好严厉 想不到现在这年约 还会有人知道 咱这憋饱的行的 事到如今 赵老编也只好坦言相告 承认自己确实是个憋饱的 今天也是壮大运 无意间在黑屋废墟里 发现了这块图案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最后他告诉司马回和老大海 咱爷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有啥说啥 你们这屠楼的日木头案子 那去也实是罕见之物 但这天下虽大 除了俺赵老编之外 却没有再第二个人还能识货 今年时候不早了 咱们就此先别过 你们二人好好和解和解 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俺也就不能再让你们吃大亏 俺在城里还藏着一件好东西 明天也带过来 你们到时候要是认准了 还不肯换 俺也就别无二话 抬腿就走 走了 可就再也不回来了 有句老话咋个说得来着 过了这个春 可就没有这个地儿 到时候你们俩别后悔 司马回和罗大海点头同意 二人目送着赵老编离开黑屋 便立刻回到棚内 举着煤油灯把这块糟烂油腻的案板子摆在地上 颠过来 抖过去的看了半声 但他们俩翻来覆去 也没从中敲出什么这个紫丑烟谋 满肚子都是疑惑 当晚 此前想后 彻夜难眠 转天一大早 赵老编果然又寻上门来 这回在他的麻布口袋里 多出了一件油光毛亮的皮袍子 皮毛黑中透红 有几分像是貂皮 却更为轻薄 不过司马回和罗大海 两人别说是貂皮 长这么大 连貂毛也没见过半根 便不懂装懂的问 这是什么皮的 流光油滑的丑人 还真不错 牛皮的 赵老编颇为得意 有几分卖怒的说 俺这皮袍子的来历 可是不凡 随即 就给二人讲起了来历 说是解放前 他到长白山里挖身 晚上就借宿在木坝的木营子里 那木营子中养了一只老猫 斑斓如虎 肥打寒净 更是灵动非凡 上树能掏鸟窝 下树能带耗子 赵老编在林场里住的久了 也就与他私混得熟了 常常给这老猫喂些吃食 可后来每天早上进山时 都会看到那只老猫 趴在树上气喘吁吁 显得筋疲力尽 连猫尾巴都懒得冻上一肚 一连树日都是如此 赵老编心说这可怪了 这憋饱的人演贼 一看之下 料定此猫必是有所奇遇 就打定主意 要看个究竟 于是暗中跟踪官场 发现只要天一擦喝 这只老猫就去山神庙 从门缝里钻进去 就躲在墙角的黑暗中 潜伏起来 移动不动 等到深夜 山神庙的房梁上 便会发出一阵响动 旋即有之 体大如犬的巨鼠 两目闪烁如炬 自梁上而下 爬到了神尾跟前 将书尾伸进了灯盏里 偷喝供奉在那里的灯油 并且抱着牛油蜡烛乱啃 发出了起起擦擦的声音 这时那老猫突然从角落里窜出 与硕鼠相互激动 但那只巨鼠虽然大 但却不蠢 而且极其的凶残猛恶 丝毫不惧天敌 老猫虽然皎洁 却也无可奈何 两个翻来覆去 斗个不休 真是你死我活 各式神通 难焚高下 赵老鳖借着月光 看得真切 才知道 此猫每晚 必来与这只巨鼠相争 所以天亮后才累得拖了力 他偷看这场宿敌之间的恶战 看得入了什么 也跟着全身发紧 无意间碰到了一扇破门板 那巨鼠正全身贯注的与老猫恶斗 呼听身后传来异响 受着惊怕 只不过稍稍一分时 便露出些许破绽 被老猫扑到咬断了喉管 顿时雪如泉油 将庙堂上的石砖都染遍 挣扎了好一阵 终于是翻出白眼 咽气而亡 这正是到头非胜败 毕竟有雌雄 赵老鳖是个博物食宝的行家 知道这巨鼠经年累月的 吃油啃辣 成了些气候 道行毕竟不浅 便摸出了刀子 剥出了鼠皮 回去加些材料 做成了一件皮药 到了寒冬腊月里 关外是滴水成冰 但只要穿上这件老鼠皮药 哪怕是里面光着个几两板 在三九严寒当中 额头上也会热得冒汗 只不过他对外人 从不肯说这是百年老鼠皮 而是称其为火龙菊 赵老鳖对司马辉和陆大海说 别看现在是酷暑炎热 但等到秋风起 树叶黄 天上的大叶 嘎吱嘎吱的 就往着南飞的时候 你们仍在这黑破屋里 可就难保不会受到 阴冷潮湿之气的侵害 身上迟早要落下病根 到时候必定离不开 俺这件火龙菊皮药 司马辉心知 这件皮药已经是赵老鳖出的底牌了 反正凭自己的眼力和见识 根本看不出那旧木头墩子 是个什么宝物 不如就给此人换了罢了 当即就搭运起来 但他又对赵老鳖说 这桩生意跟你做了做倒也无妨 可老师傅您得敞亮点 可别让我们吃糊涂亏 应该把这块土木案子的来龙去脉 全部都折清楚 以及您究竟是如何发现此物有益 拿去了又有什么用途 如果有一处讲不清 我司马辉 或者把他当堂劈柴烧了火 也绝不肯让你白捡这天大的便宜 赵老鳖十分为难的说 哎呀 司马团头 你的理人差了 古话咋说来着 秀曲烟阳 平均看 莫把金针度于人 咱们两下交易是一物换物 又不曾窥视了你们半分一毫 咋硬要套不喊的底细呢 司马会和罗大海 虽然在社会上闯荡了几时 但却毕竟是少年心性 好奇心重 凡事都要查个水落石出 才算完 不打听明白 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 二人软磨硬泡 死说活求 非逼着赵老鳖交底不可 并且发了事 事后绝不变卦反悔 也绝不会当叛徒出手告密 赵老鳖碰上这两位 也只好自认倒霉 不得不交出几分实底 时间都说鳖宝的蛮子眼尖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昨天中午路过黑屋废墟 一眼瞥见去 便发觉有片棚户不同寻常 石宝的眼力是门功夫 更是惊艳 怎么说了 其实真要说穿了 也没有民间传言中的那么邪乎 并不是还离得好远 就已经看见木棚子里金光闪闪 而是憋爆的人极善观察 往往能够发现常人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 赵老鳖 优打跟前一走 就发觉这座木棚附近 存在着许多反常的迹象 照理来说 这么炎热的天气 黑屋地区垃圾都堆成了个山 罗大海又提包了一头野猪 弄得遍地都是血腥 周围该当是文营盘旋 嗡嗡扰乱不休才对 可是司马辉与罗大海身后的棚乌柔围 却不见半只飞影 这不是怪事吗 赵老鳖料定这附近可能藏有宝物 当即停下脚步 谎称逃完水喝 趁机坐在木棚跟前 向四处仔细打量起来 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剁肉的朽木案板之上 那肉案是结老木头庄子 四周拿麻绳来孤着 岸上摆着个死不避眼的一头猪手 鲜血滴落在岸面上 也不见血水向外流淌 竟都缓缓渗到木桩的缝隙中去了 赵老鳖一眼就断定 在这污造油腻的木案之内 必然有些奇异 这块作为肉案的木头墩子 当年定是取自一株大树 在那株树木在被人砍伐之前 树身上已经有虫孔木芯 恰巧里面钻进了一条细小的乌宫 因为他在树里住的久了 体型健大 难以再从先前的窟窿里脱身 以至于被困在树内 这木性树荫 经络中含有枝叶 就养着乌宫多年不死 后来经人 伐树取材 把藏有乌宫的这段木头 削作了肉铺中 屠肉放血的案板 树中乌宫得以不断适适适猪血 年身日久 在体内结成了一枚定风猪 因为据说乌宫猪 能够治痛风病 才得此名 倒不是取西经 三界芭蕉膳时用的那枚猪的 而后这段肉案木板 就被图户所抛弃 不知怎么就遗落在黑屋废墟 里面的老乌宫 早已饿死 但猪子应该还在 这枚定风猪 是因腐食血 凝结为单 才使得周围闻影墨迹 赵老鳖所求之物 正是刺猪 司马慧一时未感轻信 哪有这么准的 他当即找来斧头 就剁碎着肉案 见其中果然蜷缩着一条 遍体赤红的大蜈蛊 已经被利府切成了两段 但是虽死不化 虚肘如生 在蜈蛊口中 闲着一枚猪子 白森森圆溜溜 没有任何光泽 倒像是个可以混珠的鱼木 司马慧后了大海 面面相去 到这会儿 才算是真正的心服口服了 怪只怪自己眼镯 空伴着宝物许久 竟然视而不见 如今再后悔 也来不及了 晚上就等着喂蚊子去吧 赵老鳖黑黑一笑 心中得意非凡 却假意劝解他们头 那个老话咋讲来着 命里八尺 难求一仗 两位团头英雄年少 虽与这珠子无缘 但来日方长 而且还得了皮货香烟 更有许多好嚼头 又有啥可不追逐的呢 咱两下是各取所需 谁都不吃亏 山不转水转 后会有期了 哈哈哈哈 说吧 捏了捏顶风珠 转身就走了 司马辉和罗大海 正在兴头上 怎肯善罢干凶 他们又急忙拦住赵老鳖 哎 底还没交权 怎么能说走就走 这鱼眼般的肉珠子 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拿去了又打算做什么呀 赵老鳖稍现迟疑 本不想再往下说了 但他看司马辉和罗大海 都是胆大妄为 不计鬼神之辈 自己近山鳖宝 正缺几个帮手 如能得到二人在旁边相处一臂之力 岂不平天几分霸物 赵老鳖想到此处 眯着眼看了半天 然后地上说 看这黑乌骨真形势不俗 本应是一块凤凰展翅 一语带出霞的风水宝地 可这么多年以来 为啥土地平级 民物穷尽呢 司马辉和罗大海极为不解 风水地理这些事我们不明白 但听说这黑乌自古就穷 荆棘杂草丛生 土地博烈 种什么庄稼都难活 怎么看都不会是一块宝地呀 赵老鳖道 嘿嘿 俺先前说啥来着 怪就怪在这儿了 本地虽然地理好 可是山船之间缺少了 一股风水宝地所独有的灵气 所以咱就敢断言了 在这地脉尽头的荒山野岭 人际不到的所在 肯定藏着一件 隐晦臣服的千年古物 被他耗尽了天地精气 才害掉了这一方水土 但有到是严见方为师 至于那山里面究竟有啥 现在还不好妄加揣测呀 有点赞 来自个人 我们下误会 在这边 是严藏的 有点赞 这边有什么事 这是我们下误会的 谁就是 我们下误会的